上海警备区6月初在苏北某训练基地展开了一场信息化条件下的石兵实弹演练 上海某预备一高炮师与驻地科研单位共同研发的某型单兵防空导弹自主发射系统成为演练的亮点 只要情报系统一发现目标 自主发射系统就能正确的接受目标助援 并实施正确的搜索跟踪和目标锁定 技术改造以后我们感觉到单兵防空系统有人工型向智能型转变 演练中防空群侦察指挥火控系统综合集成 各作战单元信息互联互通 弹炮结合信火结合等十多项驯法战法得到检验